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单元我们的老台北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 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 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 今天来到了第75集 邀请到的是金嗓歌后歌手 我的老朋友蔡琴 你是跟我童年出生 这里也不用跟他 你是在高雄出生 三岁 左营 然后不到四岁就搬到内湖了 跟我爸爸 爸爸要在海军总部上班 你刚刚竟然提到你的同学朱天心 你们是从小就一起吗 不是 我们是五年级 他们是外面的另外 我们那个村子叫隐居五村 蛮大的 光为了我们这个村子就要有一个内湖国小 是 然后这个村子整个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们的房子都一样大 然后一排房子一条梁 所以一失火整排房子就没了 然后呢 有交通车会带爸爸们上班下班 然后有活动的时候 拜年圣诞节 还有舞会 我们都坐那个交通车 去 还有舞会 有舞会 海军 然后妈妈都穿得很漂亮 我们小孩要去的话 就都是坐交通车 然后我们这个整个村子 有很多老兵 开的 很难看 但很好吃的阳春面 店 会做饺子 会做油条 还有早餐 都他们包的 可是好可怜 他们大概是清晨四点开始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要写功课 从小学到国中 那我住的房子是家盖的小房间 镇压全家 爸爸后来呢 就是离开海军 先退役去 去商船当船长 所以就妈妈胆子 比较小 爸爸不在家嘛 那我胆子比较大 妈妈不敢住最后面 那个小房间啊 那是家的脚 最脚脚嘛 我说我住 小时候我就不怕 然后呢 那边可以写功课 可以听ICRT 的那时候英文歌 都是从那个 手提收录音机 放音乐 你刚刚讲到 一条梁 整个一排房子 等于是一栋 可是你又讲了家盖 好像你们家浴室也是家盖 对 你的房间也是家盖 对 这个家盖 对你来讲 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当然 那表示生活比较好 对不对 房间多 才能够有这个家盖的吗 是 讲到了生活 好像爸爸妈妈 都非常爱唱歌 而且很爱听歌 很爱唱歌 而且两个歌 歌录都不一样 声音也不一样 怎么说 好 我们家有个 上面是收音机 底下是唱几 的东支 就打开像酒柜一样 四条腿 对 然后上面是收音机 然后底下是唱盘 现在听黑胶 好像很了不起 那些小时候我们唱盘 天天都能听 不一定黑色 还有是绿色 有的是橘色 就可以听了好多好多的歌 这样讲 那个唱机呢 如果放的是 Sayonara Japanese Goodbye Sure That's my dad 我爸爸在听 英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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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听的 Ziyoi Mako Mako no Miko 日本歌 我妈妈在听 还有奠吉他演奏曲 他喜欢听到 下雨天的时候 还会掉一根烟 好像他陷入到一个 什么电影的情境 非常伤感的歌 那我爸爸听的就是那种 超有派头 然后又有一点剧情 都是很有剧情 他们两个都很有剧情 然后如果说 这个唱片放的是 当时最流行的歌 什么今天不回家 还是台湾的歌了 台湾的歌 这个是小孩子听的 隔壁邻居一定有 没有的话 他们有我们也不可以少 就这一排 你看有什么意思 大家唱片都一样 就流行 然后我们前面 那个小四季 前面还有一个破破的 小卖唱片行 村子附近还有唱片行 有唱片行 有地面店 然后外面有洗衣店 过的桥 就是等于是村子外面的 开的 我们叫老百姓 其实就是人家当地的人 我们是被人家的田包在中间 我们以为我们是个大世界 其实那些地主都在旁边 都在旁边 然后外面卖什么 过那个桥以后 就其实他们的小孩 就是我们的同学 但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就不是我们这些军人 你生平会唱的第一首歌 很多人都知道 是绿岛小夜曲 而且重点 重点还不只是这首歌 是因为你在哼这首歌的时候 被发现 你有一个特殊的音域 对 谈一谈 这个事情 我常谈 因为人家都会问这个同样的问题 但是只有一次在北京 那个听故事的人的文笔特别棒 他的问题是说 你怎么发现你会唱歌的 那么我是在加盖的那个洗澡间 会有那个洗澡间关起来的时候 里面就像灌唱片有回音 对那句叫澡堂嗓子 对还有一个厉害的是脸盆 洗脸盆 那我是因为个子比较小 所以洗脸已经洗好了 水要放掉的时候 我听到我爸吹口哨 他吹口哨 我就这样跟着唱 越唱越低 因为水也放掉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 就可以滴下去 在月夜里摇摇摇 在月夜里摇摇摇 哇塞 我可以唱那么低 就这样子告诉那个写的人 结果他的文章 那名字真好 标题 只有脸盆汗我知道 很棒 非常有这个意境 对我所有的那么多的访问 这是大概前三名 这盆子就变成了一方面有共鸣的音箱 所以用把这个共鸣放在你和脸盆之间 对 而且我就是说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唱歌 就是原来就是那个小时候 而且是因为那个脸盆 我觉得他怎么这么会听故事好厉害 这个经验会直接触动跟启发 比较长久的这个比较唱歌的习惯吗 倒不是 我觉得家里有一个喜欢听音乐的父母 有一双这样的父母 然后这些孩子们都是很开心嘛 然后流行歌曲 但小孩都会跟着 因为整排都在放嘛 你家不放就没面子 但是就是一个快乐 但是我 我没有想到我将来会变歌手 不 我这样想 你刚刚说的爸爸妈妈跟你都爱听歌 你们的听歌活动不应该只有一个唱机 可能还有更多的 对 我们家吃完饭以后 我爸爸会叫小孩子们 我们家六个人围在一起 院子上蛮热闹的 吃西瓜 或是吃水果 很自然的就会变成 就会每个人要唱歌 妈妈不见得会参加 因为爸爸唱太好 我爸声音叫做 低沉浑厚有磁性 所以媒体写我这三个形容词说 我最后还想不是我 我爸爸才是这样子 不 还有一个活动 是你们会到外面去听歌 这个不是个普通人有的经验 对对对 我还以为是不花钱的 那你讲 就是要为你花钱 去外面 在花钱的 那个就是我现在都想想都觉得我好 好特殊的经验 好难忘 也好感谢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爸爸月星都一样 整个村子 只要那个官司上校 那爸妈两个人 两个大人去听 就已经不得了了 而且我们从内湖到大直 是一道车 还要再换大直到台北 才叫我们上台北 进台北 不得了了 那要两道公车 可是有四个孩子 居然我的记忆中 我们去歌听听歌 不管是那个河边的 在那个儿童乐园 还是动物园门口 就靠那个淡水河吧 淡水河 淡水河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露天歌厅 蛮受欢迎 我觉得蛮有情调 但很多文字 不管是这个 也是要给钱的 买票 还是说去歌厅 夜总会 还有夜总会 这个就更难 这个也是六张 六个人去 我只要来上这个节目 所以我就回想 我就最难忘 就是只有听歌的经验 因为你要知道 对一个小孩来讲 那个是多辉煌的晚上 因为大人都穿得很漂亮 然后呢 不管我弟弟是不是睡着了 我妹妹是不是也快睡着了 只有一个小孩没有睡着 就是我 然后台上的音乐 还有台上的大明星 大明星是真的大明星 我举例其中有一次 是去国宾饭店 是夜总会了 夜总会 国宾饭店那时候 就是国际的 很大的了 大秀 我想前面开场 开场 邓丽君 还很小 手上戴着手表 等一下就是大歌星 台湾的大歌星 姚书荣 这也是大牌了 今天不回家 对 大牌了 大牌机了 然后完了才是主秀 休息15分钟 这两个还是唱前场的 对 不是 开外菜 开外菜也要好 因为这个主秀太厉害 怎么说 主秀国乐团出来了 把位置摆好 就坐满 等一下主角出来 是林波 演梁三博 与朱英台 对 因为搞了半天 那天晚上的秀 就是唱梁柱 全本 全本的梁柱 然后祝英台的代唱 习静婷小姐 演员是乐地 演员已经自杀了 对 但是 天哪 那个 反正我就是小孩子 小时候 你一定要让他去看到 那个真正的明星 真正的 那是终身难忘 那是一种金碧辉煌 我不说他们的衣服 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小孩子 有在童年的时候 他也不懂 可是你让他看过一次 辉煌是什么 嗯 然后那个音乐 哇真棒 从那个 远山喊笑 整个音乐就是 这是第一首 跟着唱片 没有第一首是 那个就省起来了 他从远山喊笑开始 一直到最后 最后这个化蝶 可怜 哇塞 听整本了 那个是我爸爸的同学 他们感情都很好 因为他们以前在 呃 来台湾之前 还是学生的时候 是十万青年 十万军 嗯 从那个四川过来的 他们呢 在高中的时候 全部都是合唱团 那么到了台湾来 有些家境就比较好 本来背景就比较好 嗯 那我爸爸 因为孩子也很多 所以他们到我们家来 全部都是 一进门就合唱 哦 从见面哦 哈哈 见面很准时来 我妈把茶放好 他们就合唱 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合唱 我的那个记忆觉得 好棒哦 我爸同学要来的 就是要听歌了 就是他们要合唱了 这三个申部啊 好多申部 然后呢 这些同学呢 他们晓得 我爸喜欢唱歌 又大概觉得 我爸声音也很好听 然后就也喜欢听歌 所以像这么豪华的这种场面 一定是他们请的课 我觉得那是 这么体贴的一种 这里面不光是有歌 是歌唱的技术 美感的欣赏 同时还有情感 有爱 我觉得正好 可是这个环境 我想真是不可多得 可是你个人 大概是到念大专的时候 才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还得到一把免费的吉他 对 因为那个时代呢 已经是 其实我们高中开始啊 杨玄他们就开始了 民歌 民歌就开始了 杨玄 杨玄之后才是吴楚楚 杨祖军他们 胡德夫 是 这他们 然后他们 这算我们哥哥背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都还是高中生 我记得放学啊 就背着书包 我的老师 认为我将来应该是走美术的路线 要叫我画画 所以就叫我去 学这个 素描 这是一个 很难的功课 然后要背一个画板 我就背书包 也已经很重了 背画板 去追这个民歌 我又不会钻 就很害羞嘛 就不喜欢就跟人家钻了 可是我可以等 等到都没有人说 赶快一个 一个 一个箭步上去 杨玄就在我 请他签名 到了吴楚楚的时代 我就来不及签名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念大专了 他们是到我们学校来表演 那我是 我是那个什么 什么吉他社社长啊 所以我要去招待 所以你会弹吉他 我不会弹吉他 社长 我跟你讲 各位 当总统不一定要会做每一件事 是 他要会统合人 对不起 我不是说我是总统 我光从一个吉他社 我还当过侨牌社社长 难道我很会打侨牌啊 不会 为什么会当呢 因为当那个第一堂课的时候 你这课外活动 你要猜猜什么 选什么团 大家已经选好了 会什么 教室也会公告 但是那个老师是谁 我们都不知道嘛 计划计划 一丑一丑 我想说 这样要搞了什么时候 所以只有一个人 会第一个上台说 安静 拿主意 我们现在先来选社长 还不负社长 你觉得谁会当社长 只有你 我们要安静 然后有个同学 那请你去教务室去问 我们老师来 是哪一位老师 他还没有到 可是我还是很好奇 一把免费的吉他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不管会不会弹 手上一定要一把吉他 因为年轻人 那时候已经不会去唱 那个什么电视上 最红的大明星 都很大的明星 现在想想就不得了了 因为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巨星 那时候的巨星 刘文正 欧阳飞飞 凤飞飞 珍妮 都是大明星 可是呢 学生啊 我们这些学生 好奇怪 好恐怖 隐隐然 形成一个地下的市场 对 所有的学生呢 每个学校里面 都有会写歌的嘛 就奇怪的 就从杨璇他们 弹吉他 然后就大家都弹吉他 不管你有没有人教你 我没有人教我啊 那但是也要买一把 因为会照着那个上面 那个书上面 就是乱按 自己乱按 然后呢 礼拜六礼拜天 我都会去打工 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大学生啊 不管功课好不好啊 我觉得都有一个 共同的认知 就是寒暑假 我们一定要打工 赚学费 省爸爸妈妈的钱 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手机 我们也没有信用卡 但是我们有这种心 然后呢 我们就去明歌餐厅 不管你是打工 你在哪个明歌餐厅 我在到草人 那算是很厉害的了 高手才会去 那我也不晓得 那个老板为什么会看中我 其实我去的时候很害怕 因为我弹的琴 就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蔡琴 那你总有拿手的歌 或者是端的出来 当病人 我告诉你啊 我唱歌 还是属于那种 不太想给人家知道 晚上偷偷在房间 以为没有人听 就有一个人叫我妈妈 她就是我 事业上第一个铁粉 她一听就觉得 这女儿怎么这么强 自弹自强 而且她又不是很喜欢 那种气氛吗 吉他 那其实我弹 弹来弹去 就那几个和学嘛 可是那几个和学 也可以唱很多歌 反正就这样子唱 那我就自己笑 又跟脸盆 只有半夜 我那个小房间 和我知道 我可以唱歌 所以我去餐厅唱的时候 弹得不好 但是我居然后来没多久 两个礼拜 还是三个礼拜 我居然有粉丝 那时候我唱的歌 就想什么偶然 这些很简单的歌 还有我会选 选很多老歌来唱 我觉得好好听 那英文歌 这大概就是 Donna Donna 这个是一定要学的 入门歌 Danny Boy Donna Donna 对不起 Danny Boy跟Donna Donna 是两种不同的派别 Danny Boy是英国的 跟罗莽湖伴一样 唱给死掉的魂巾 这是战争反战 我们的老台北 今天来到了第74集 邀请到的是 我的老朋友蔡琴 蔡琴 刚才我们谈到了 你的初到 大概是在1970年代后期 你是以民歌手的身份 也就是 我现在是以一个 贪财的心情 才变成民歌手 其实贪财也不是去 贪什么服役之财 是因为想省钱 自己去买一把吉他 因为我们都知道 拿一把吉他 我都在民歌西餐厅 开始就是打工的 对不对 可是那把吉他 其实很真的 比我姓的还菜 那我就想说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到处都在 民歌比赛 比赛 其实你知道 现在后来才知道 根本背后就是唱片公司 在发现这个是个市场 不得了 这个年轻人 他不听那个流行歌 他们只唱自己学校的歌 自己写的歌 所以这个市场很大 这些大专生 高中生 都已经疯了 都听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也去百货公司 为什么来 就要去看吉他 哇 虽然是情绩不怎么样 但是那个悬声音好不好听 我还蛮会听的 我就觉得都买不起 差一点有一把看上了 可是 其实有点将就 那个声音不是很好 结果我就在那边犹豫 后来想说 好啦付钱 那个时候不得了 要付那把吉他 结果呢 熊蛋 我弟弟还是谁陪我去 说姐姐 那边有歌唱比赛 前五名都有免费送吉他 华特 赶快把钱收起来 去看 先去看比赛 好不好比啊 当场报名 当场场 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 他那个中间的中庭 就已经在那边比赛了 他就是说 因为场子要热起来 是 这都是一条边 蛮聪明的 唱片公司 支持这一家吉他社 是 然后再办一个 底下 你来来往往人 就要 因为那时候 你随便在百货公司 听到有些好听 不好听的 都自言自上 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 因为就是年轻人 就是喜欢疯狂 这个 然后我一去听 唱的乱七八糟 报名 当场报名 出赛 怎么会好 然后就报名 跟你讲 我不是为了要什么第一名 我只要得到免费吉他 我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以为想的很简单 那一听 那直接唱这个太容易了 然后在复赛 复赛我就觉得 开始有点 大家怎么唱的不错 有压力了 有压力了 可是还是报名 还是要继续比赛 而且到了决赛最恐怖 到了决赛时候 每一个要去参赛的人 很可怕 他都有拉拉队 他有他同学 使来助威的 我跟你讲 那真是 人情是冷暖 看得好清楚 学生而已 我前面那个 坐在我前面一排的 他叫正义 正义已经那时候已经 金运奖已经得名次了 好厉害 还来这边 再来得 想要得一次 然后他台大的 他的同学 就是他的拉拉队 就站了一整排的椅子 我蔡琴 从头到尾 陪我去就一个人 弟弟 不是 是一个一个 我还不敢叫我弟弟去 免得他回去跟 偷风报信 万一没有得到 就算了 就是找一个 比较有时间 有空的一个朋友 一个女生 结果决赛 大家开始上去唱 不得了 一个比一个厉害 你知道吗 我一看 我已经决定放弃 因为正义吗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讲 我是需要一把免费的吉他 但是我很讨厌 到台上去比赛 我跟你讲 我从小什么赛跑啊 我其实可以跑得很快 我也可以唱歌 但是那个赛跑的枪声 一响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个 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 比赛 唱歌也是 是 而且大家上去 你会看到那种 想尽办法 什么长头发 披一半啊 还有那种弹得很棒 还要讲话 一边弹一边 大家好 我是 我就觉得好恶心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要比赛了 反正我已经有决赛 叫我来就好了啦 就我就跟同学说 我要回去的 同学就陪我那朋友 就是他好生气哦 他走在后面 他其实脾气蛮好的 可是他就很生气 他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走呢 你就把他唱完了嘛 我说不必了 因为大家都唱得很好 我觉得我也有一种 很奇怪的歌 像那时候我去参加 什么什么 你也不会承认这是阙长 不是阙长 我觉得六灯奖 像六灯奖 那时候有个欧香奏 有没有 对 那其实电视比赛 也是我们小孩都不懂啊 他们就是说 他有一个冠军 这个冠军 他答应残联啊 很多人就要去打倒他嘛 对不对 才会好看嘛 可是像我去报名啊 是因为我看不惯他 我觉得他好讨厌啊 那为什么要那么笑 你跟他后来打成平手 我其实赢他了 因为到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 整个结束的时候 他们把所有的冠军找回来 居然有我 我说我从来没有变成冠军过 我就是两次平手嘛 他说 那后来那个制作人说 因为你跟我们讲说 你不要参加 我没有问你 赢的话你会不会来参加 接受挑战 我说我不要 我只要把他打倒 我就是这种神经病啊 那我觉得我去唱了 这一样啊 我现在还要打倒这么多人 我觉得他们唱都很好 并不是让我讨厌欧相众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不要比了 我去买吉他好了 那我的同学就觉得 很生气 后来是他很生气 然后还哭了 哇塞 这是搞什么鬼 好了我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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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回去 再回去唱 再回去 我不过是第四名 但是我们声音都被录下来 唱片公司里面已经开过会议 我是声音里面的第一名 但是没有迈向 整个公司都说 长那么丑怎么打啦 来我要听时间的河 他会让我们帮我们带回去 那个时候的小女孩 时间的河里面发生好多好多故事 先听蔡琴的时间的河 最初的结局 我们都可以预料 但是那故事 后来怎么样 没有什么发生 也没有发生什么 我们的故事 在从前早已划上句点 时间的河 慢慢的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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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紧 下跌 我们是什么 也没有人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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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自你一走后 我便数着时间 时间又回来 又回来数了 没有什么发生 也没有发生什么 我们的故事 在从前早已划上句点 时间的花 慢慢的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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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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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流 世间的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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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流 我们的老台北 今天来到了第七十四集 邀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蔡琴 回头看将近三十年前 一九九四年 凭着日政当中获得第二十九届 金钟奖动议节目主持人奖 一九九零年的是更早了 凭着谭新获得第二届进取奖 最佳女演唱人奖 再更早 一九七九 一九八九年 分别获得金鼎奖唱片类 最佳演唱人奖 得奖无数的蔡琴在我旁边 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 最后一封信 稍听一点 琴琴发展 今吟接着一鸯 搖运故乡 爱灵的悲心 我心买来和我缠断情绪 最后一封的悲心 这么无情这么无情 全无怠念你我过去 我们的老台北 刚才听到了这一首 最后一封信 超有我们老台北的特殊的味道 而且它还有一种日本味 它是日本歌 这个整个旋律是日本歌 只是太好听了 然后台湾毕竟听演歌 我们跟日本的这个远远很久 所以呢就有人会填上这个歌词 那说也奇怪 你这些日本歌 你填上国语歌词 不容易 有成功的 一难忘 一难忘 一难忘是日本演歌 对对对 蓝色的街灯 明灭在街头 对日本人写的blues 蓝调 它是有这种日本式的 那这个最后一封信 是比较比那个一难忘 再靠近现在一点 就是台语歌词特别适合 填日本旋律 是 这个歌跟你的生活经验 也有一个非常细腻的接触 这是我妈妈 就是说我妈妈听的歌 我都会在旁边观察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听的歌 也很好听 我妈妈听的歌也很好听 那尤其是后来发现 我妈妈喜欢听日本歌 这是我认识日本歌的一个方式 所以从小我就 我虽然不会发音 我妈妈会唱日本 所以我就觉得它好好玩 它是我们家的日本歌星 或是日本演员 我小时候还曾经误会 我爸爸是罗伯泰勒 我妈妈是伊丽莎巴泰勒 因为他们两个打扮很漂亮 他们比较洋化 我们四个小孩 他会请邻居的妈妈来 看我们吃晚饭 他们两个出去看电影 穿得漂漂亮亮的 我最喜欢看这种画面 我印象中你的妈妈 好像还会带着你去看 不是电影的 是好像是歌仔戏是吧 对对对 刚才这个爸爸外省人 他喜欢的他的同学会请客的 看的那个现场是这样子 但是我妈妈是本省人 她会看一个东西 是我也好喜欢去看的 叫做歌仔戏 在什么地方看 在户外 就是会在一个村子 不是在康乐台 他是在村子外面 连这个都有分省份的 村子里面不演这个 村子里面只有康乐队来 唱台语那是一回事 可是歌仔戏要来 歌仔戏团 他就不会进你眷村 他会在你村子外面 是 那个那是另外一种 看现场 哎呀 这个兴奋 歌仔戏的曲子我不喜欢 我觉得他唱来唱去 都是那个样子 但是歌仔戏 我喜欢那个气氛 是他那个 他那在一片黑暗中 就一个台子架起来 然后亮 特别明亮 亮 然后那个人 他头顶上没有什么光 他不是像后来这么进步 但他台边边都是光 所以一个人走到 那个光前面 你的脸特别亮 那个感觉很戏剧 非常戏剧 说实在那个光 其实是输给电视 那种什么上下左右都有光 但是很奇怪 他的打扮这个小生的绒球啊 还有这个花旦的 这个头上的贴钻啊 还有他衣服上面的颜色啊 那个秀的花 怎么都会特别清楚 特别的鲜艳 然后 你这个时候大概几岁跟了吗 我很小 我很小 但是我就是疯了 我就会记得 我现在想想 我跟你讲 你会 你不相信哎 三岁 那么也就是说 在左营也看过 在 就是在左营 在台北没有 我先想想 好恐怖 我现在回答你 我就觉得 怎么可能 我记得 真的记得 我爸爸唱 绿岛小夜曲的时候 也是在左营 那更 可能三岁都不到吧 就很聪明了 我爸就 把我放在膝盖上 一个字一个字 就教 然后我就口齿清楚 就学会 我妈妈就旁边称赞 然后看那个歌仔戏的时候 我是冲着那个 油麦那个烤玉米 环杯 你要烤玉米 好好吃 因为我妈妈都会 会让我们吃零食 但她不会带太小了 就会带我跟我妹妹 后来她发现 我妹妹也不保险 也是常常会不见 就带着我 她晓得我是个戏迷 她有讲 小时候妈妈还带我 去看日本电影 到台北来了 比较大一点 所谓比较大 也不到十岁 我跟你讲 那个黑白片 永远若违文子 男主角 十元一世 多美 我的妈呀 黑白片 反正不管怎么样 日本片到最后 都是在大雪中 悲剧结束 不是男主要死了 就是女主要死了 那个妈妈们 阿姨 一起去看邻居 哭 可是你知道 哭得最伤心是谁吗 我 我才多高啊 我的位置 我是靠在那个栏杆 二楼栏杆 是水泥 它不是柱子 它是一面墙的 我的头顶着那个 水泥的那个墙 一直哭 一直哭 电已经亮灯了 我还在哭 阿姨妈妈就把大衣穿起来 或者外套包包拿着 就在笑 可是 我还是没有停 一直要 等到有一个 比较体贴的阿姨 会过来 咬着我说 蔡琪 那是戏 那是戏 我现在讲一下 我就想哭了 哎呀 来 这个是最适合听 《我有一段情》 这首歌的时候 我有一段情仰 说给谁来听 只信任耳鸦出了门 他一句呀 美音群 我的有情人呀 莫非便了心 为什么要断了心 我等待呀 到如今 我一段情 也有神 也有名 只能怀抱 记忆 玄情 谈一句 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类似 普鲁斯特 追忆四水年华 这样细腻的 回忆之中 能够谈到的 老台北风景 不见得很多 但是充满了情感 蔡琪 我有一段情 唱给春风听 春风替我问一问 为什么他要断音讯 音乐 我的友情人呀 莫非變了心 為什麼呀斷了心 我等待呀到如今 也有神 也有名 只能懷抱起弦情 彈一曲呀 唱一聲 唱出我的心都恨 我有一段情要 唱給春風聽 春風聽我問一問 為什麼它要斷你尋 心